大家好 今次刨纜的环节 我都精选了第二场赛事给大家 有时难得我开店 上一次真的可以帮到大家 二重彩有成千元 胆中了21倍 位置Q也有17倍 如果大家有跟到的话 都赢了多少 各位会员都赢了 因为刨纜那会就中了 但上次会员的心碎不行 如果大家有跟我的提示的话 都希望可以帮补 我都很希望今次的推介 都能帮到大家 继续赢马会钱好吗 记住大家在看之前 就CLX comment like和share我们的片段 最好是subscribe和按下小鈴 就很棒了 这次星期六我找到一只马亚 现在他11倍 之前他上名的表现都不错 但之前那两次 配的叛律又一般 立刻和大家看看 这次回配马亚的喜迎于心 他怎样在马亚之前的跨压 是能够入位的 当时是跑沙田的赛事 3月份 看到一只喜迎于心 就是5号那一只 藍色格仔 就是深蓝线线格仔 现在就是在第三位 拍着前面 3号那一只紫紫底色衣服的 疑心星 9号那一只中华威威 就是这一只我介绍给大家的 喜迎于心 其实很有趣 这只马亚 一只六百多元 一只差不多三百元 一只一只千四元 进入路的时候 看回马亚 发挥这只喜迎于心 也不错 看到一只马的走肢 也不是很纯熟 但其实打两步下去 都是这只马亚 表现是不错的 一路上来 最后这二百走势 都真的挺吸引 以为它真的爆到大冷 走上来搞定的时候 但很可惜最后这一步 就真的 输给最风云 输掉脚 输很少的 如果这次真的爆出来 就比肥仔绒 但见到马亚真的演出不错 所以这次 其实它虽然过十档 但我觉得回配马亚 我觉得这只马亚 大家都要看着 所以这次的冷胆 我就介绍这只喜迎于心给大家 脚光方面就没办法了 热门也要介绍给大家 就是暮力宝区 上次雷神跑得近颈 我会员推介给大家 就被他中了 但始终这只马亚也有点实力 这次阿顿哥肯骑 就必然费飞了 现在隔夜他都只是两倍而已 但两倍还两倍 始终这些马亚都要兼顾 所以稳定点给大家 另一只转场马 大家要看着就是这只飞腾追 其实今季他在快活谷的演出非常好 一边三批 但转过来这一边的沙田 不是一定不行吗? 不是的 他有个好档 蔡明少 其实现在Win也有22倍 如果你说他位置Q 他四五条位置Q 现在好分了 真的 他有35倍 所以大家真的都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说飞腾追 如果你说脚那方面 我觉得这只冷脚 在这些转马里有些状态 而且他始终的健康没什么问题 转场马 我经常说要留意就是这些 还有星期六利于开南门 所以这场介绍 起刑于心给大家拖飞腾追和暮力宝区 这场因为我觉得暮力宝区 就真的比较热一点 可以一拖二地买就稳阵一点 可以省回两注 但是如果你说不是的 都是不要困难住 就带着铁衣服 好 冷门就推荐完给大家 好 拍到阿鵬最近的给胆 开始都回来了 大家一定要继续他的影片 星期六就非常好 而且记得就做了会员 因为始终我们季尾 还有几个刹科日 大家到尾去挖马会钱 就是这个时候 OK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 好 张老师提供这张 这张铁衣服 起刑于心 那这张铁衣服 我看回我们游鱼 今天做明天跑 有赔率看 现在暂时马会 WIN是9.2 位置是2.6 落了少少飞 因为我之前 刚才 早点时间录影 它也是10倍开来的 现在都落到9倍 真的 说真的 我们都说回 现在是9.2 另外 那两只 一只就 魅力宝区 就大热的 2.2 它站稳2倍 另外呢 你有一只冷脚 飞腾追 19倍 都落了少少飞 这两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 那当然 如果你说 有些网友跟 章老师 一定是希望 飞腾追 整条4.5 或者5.4 行头 简单点 就是4.5 或者5.4 那就好分很多 另外 那你有一只衣服 那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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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先看 卡卡 就说 头长 那张金刚石 要先啊 等一下 那顶不ense 麻烦 flashes a 2021 咱 ac答应你 第四拍 Walt and on the next 第四拍 先足ấn 以及马迷 去zäh啊 虽然你说 5班 不许多真arna customer 咱面尬 不用說話 待會和大家研究一下 福火兄弟也是我們第四節才說的 沒錯 所以大家多點留言 多點like 多點subscribe我們就可以了 Michael他選擇十三號 誠心所願 這隻馬也是 但是這隻馬其實前兩次我覺得挺好的 但是上次無端端又流流的 看看會不會這次又再 因為他前兩次我覺得這隻馬開始了 開始好像有些好轉 但是上次那鋪又好像感覺 又流暢了 看看會不會這次又好一點 但是之前我都和大家做過星期六的統計 通常怎樣都會有1000元的Q 啊 1000元的位置 你誠心所願這些 如果你覺得真的OK的 不妨的 還有這些馬 又放輕 你又是這個組合 就是希達 暫時他簡稱希達 希威森 希威森和達少 希達了 希達 希達這個組合呢 真是都是 季尾都是有多少砌多少 希威森 所以Michael和Tony 都說 這些隨時被他踩進來的 現在看看 十五倍而已 其實他有飛的 其實這隻馬一向都有些飛的 除了你說他今季初出的那一場 其他他都是十幾倍啊 或者有時七點多 這隻馬是一整天有些飛的 你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馬就一整天都沒有飛的 這隻馬一整天都有一些飛 他又沒有實在 但是他有一些 所以如果你拖開 像Michael那些 如果你有玩開的話 你不妨拖開他 十幾倍 所以他不排除這些 輕綁 這些混亂的場合就動你了 那輕綁成這樣 我覺得 真是完全 無所謂 你拖多住這些 真是有數 有數得計 那說真的 二號呢 法財好事 他不是真的那麼多麻煩東西啊 有傷又流鼻血 什麼都齊呢 其實這隻馬都是很嚴重的 他就是因為有這些才搞你不行才落到這一班 如果不是這隻馬 都不是四班馬來的 但是你沒辦法 人和馬一樣 有時就有毛病 你才搞不定 講講講制語 你說那隻飛騰追 張老師那隻懶腳呢 我自己覺得這隻馬 初跑 就是剛剛大家知道 全部都跑谷草 這次是初跑這個沙田 看有沒有機會有些新鮮感啊 但是當然啦 除了新鮮感呢 其實說真的 你沙田 你發育谷過沙田 是有個難度的 是 真的有個難度 其實說真的 如果是季初 或者季中 我就不搏這些馬 但是季尾呢 始終這隻馬 它又不是說真的用得太盡 還有它真的 今個演出都叫做盡 有狀態 你好像明欣賞那樣 過到來 這邊也行 那你勤區 又是過到來 沙田也行 那這些 如果你真的行 差不多有20倍 有幾個運氣 當然有些馬 當然有些強一點的過隊都可以借 我們上次給那隻膽都是啦 所以 很難說啊 看情況 不過這組馬呢 四班千二就不是厲害的了 坦白說都是 大家樓上樓下山水喉的那批 張老師這隻9.2都能搏得過的 我覺得是這些馬 差不多啊 那到雷斯 有些人 哈哈 我打錯了 剛剛我剛才也說啊 Penny 因為我打錯了 我原本想打 不是啊 我打莫雷拉 但是莫雷拉呢 其實我經常都想著 雷斯雷斯啊 雷拉 打了個C 但不要緊 你們照頭啊 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等一下 讓張老師看看 不如現在說說 張老師先看看 我就跟大家研究一下這一組還有沒有什麼特別啦 大家記得 多點留意 那等一下我們第四節呢 和馬迷一起分享一下 大家研究一下 真的是最好的 你們問 我們大家談 接著我們大家交換一下 這些是最好的 那明天 坦白說 非正式統計 逢星期六跑日馬呢 都是爆到七彩 加上季尾呢 有時候真的 你不要說是貴尾 貴尾特別多 因為有些馬就累 有些馬就剛剛貴尾 就粗氣就來 你大家不知道 那變相 整些賽果都七彩 剛剛星期三都難中 是 喂 暫時 潘頓大比數領先 那他65% 投了113票 哇 大家都喜歡這個阿頓哥的 沒錯 沒錯 那簡單 繼續投票 沒問題 好 這個時間 我們再看看張老師 還有一場好東西給大家 嘿 大家好 又是施健章 給賽馬貼士的時間 這次跑星期六 記住 所以大家 如果之前忘記的影片的話 就快點談我另外兩條影片 因為這次阿鵬有好東西推介給大家 我懶惰就知道 上次都中了 這條影片我就不多看了 最重要就是CRS comment like 和 share我們的片段 這次呢 我這次的場次 我就介紹第六場 四班千射賽事 有一隻馬呢 今季都可以說是有少少的 雷聲大雨點少的 一路都說他在一個泥地那裡 但是也無法看見 但是上一次呢 其實他轉來 就是跑草地的千四米 又跑得多 所以我覺得呢 其實這次呢 他也有少少機會 可以呢 就真的在這個 亂局裡面 應該有機會 偷偷計看一下 就安上人怎麼發揮 立刻和大家看看這隻火傳 他之前怎樣在沙蓮千四 就跑入圍的 讓大家看看很近的 就是六院武的賽事 當時的火傳 也有些票 9.9倍 哪隻是火傳呢 11出閘的時候 是六檔的 那隻就是火傳 剛好他又是六號 現在看到 就是黃色三 紅色武 零零射射一隻 跟著前面12號 那隻 埋欄那隻就是火傳 現在 他埋了二搭 一直跟著前面的馬 大約在第七位 就看到拉一拉 就是有少少口 但是這次其實 周俊樂騎 容天鵬這隻火傳 叫做不錯的 因為其實之前一直 這隻都是殺聲震天 在泥地那裡 都不可以出頭 但是這次跑早地也不差 看到放頭 白猶分紅色三個就是勁快聯盟 跟著就見到九號的黃色格子 三個就是功夫賊 火傳現在周同學 一直拍著 12號紫色三個一隻 很有精神 都在二搭的位置 前面都有馬遮擋 好了 差不多進來直路的時候 周同推騎兩下 進來直路的時候 躺出來中段 中檔那裡有些位置 一路打兩邊下去的時候 咦 有不錯反應 再推騎之下 比起之前跑來地 他的表現都不是太差 最後200米的時候 走上來 一隻馬開始踏順了之後 原來他跑草地都不是太差 雖然前面兩隻一路放回 但是他追上來這段 最後的走勢 都相當吸引之下 其實他就輸過很短的距離 所以這次推薦一隻火傳給大家 都不是沒有原因 大家看到 其實上次他的表現都不差 這次就配了班德麗 我就找他做膽 其實他的贏倍率 現在他都不是很爛 大約是七倍左右 這次八檔126磅 換個硬工騎士班德麗 我們看看會不會有了 他說那方面 拖兩隻 第一隻就是天天得樂 因為這次阿周同學 其實天天得樂 就沒有騎火傳 抽到好檔的 三檔 133磅 配阿周同學有些磅減一下 現在大約都差不多不配 大家都要留意 因為天天得樂 今季在1400的演出 很準的 都有兩面兩批 大家說熱也好 就拖起來 另外一隻冷腳 可以提供給大家 就是威武勇區 如果他現在的導人倍率 18倍 因為始終是12檔的關係 其實前一次雷神 其實他這個圖程 表現都不錯 輸給木火兄弟 和標枝方惡 你說這隻馬是否完全不行 真的不是 還有 如果你說他在配Q的方面 搭一隻火傳 他就有差不多30倍 即是位置Q30倍 正Q有成差不多90倍 真是都值得賣 就算你說搭一隻二號 天天得樂 他都有成差不多20倍 所以其實這場馬相對 都是比較好分之下 大家不妨買鐵角的Q位置Q 應該都有點分頭 OK 教示完這次的推介 希望大家在明天星期六的賽事 一起贏多一點就非常好 希望在星期六這個爆冷的場次之下 我也有些爛腳給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一舉一起贏爆馬會 好嗎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好 那火轉 是啊 火轉 其實我真的見過 之前其實就 泥地的時候 煞聲震軒 又說WIN又說 輸到你 最近他炮草地又行 又不算很夜飛 現在他都有7倍左右 那你都要做 有些分頭 那搏一下 威武勇區 如果真的跑到進來 18倍 威武勇區 是啊 你跑到進來 現在他都 看看他的賠率先 不熱的其實都可以的 跟跑冷那裏 你整條二穿三都可以的 不過現在 30倍 暫時現在大熱門就是2號天天得樂 現在5.4 但是我覺得這隻馬 都是難贏一些的 就是他位置 所以你看他 都是有5.4 其實這種馬 雖然現在 暫時的賠率 你不可以太作準 但是 初步都有個型給大家看 這隻馬是雲巡的 四班千四 所以你看到 大熱門暫時都是5.4 但是這隻大熱門 天天得樂 我覺得不是太穩固 但是你拖起來 就OK 是啊 所以我覺得 這場我扭什麼 我拖一拖他 那隻威武勇區 就再扭什麼 如果可以他就挺開心的 但是這場 你是選火轉 還有天天得樂 還有隻威武勇區 我自己就喜歡這隻勁快聯盟 是 但現在勁快聯盟6.3 為什麼我喜歡他呢 就是這隻馬本身的狀態 開始這隻馬都陸續來 上次直接贏了 就是你看到這隻馬狀態好 前一次輸一個馬位 上次贏了 今次繼續找阿頓哥 跟上次一樣狗蕩 那這隻馬上次怎麼贏呢 由頭放到尾 這隻馬 就是狗蕩蕩蕩蕩的 這隻馬 所以說 你都不知道他搞什麼 這隻馬 從來都沒有試過 由頭放到尾 他上次就是狗蕩蕩蕩蕩蕩 死頓哥 狗蕩由頭放到尾 你真的沒辦法 所以有時候賭馬 你真的沒得說 一改變跑法 或者有些配備改變 整隻馬就不同了 沒錯沒錯 那另外我先看看 Michael Lau 為什麼整個人都要跟Michael Lau 首先Michael Lau 是我們一位很尊敬的會員 是沒錯 現在也是一個好朋友 由他支持我們成為一個好朋友 還有他的馬 亦都是公道地說 那些冷卻是很聚的 是呀 Michael 他心水挺清的 是呀 有時候回答Michael 真的有得分辣 加上他經常分享 你們都可以和Michael Lau 大家分享 我們就大家一起聊 好嗎 Michael在狗狗圍蕩 狗狗圍蕩 這隻馬 我給我的感覺是會好一點的 就是好一點的 但是越跑的感覺 就沒有預期中那麼好 但是這些馬 我看回幾倍 現在9.9 接近10倍 你拖他重腳 我也覺得 還有他這隻馬 他永遠輸不得太遠 是的 他永遠都在身邊 但是他那種力 衝上那種力 你經常以為他有機會衝贏 但是去到差不多 我必須要和各位朋友說 為什麼我不選狗狗圍蕩 我真的 舔了他幾次 真的狗狗 都是被他圍蕩 被他圍蕩 被他圍蕩 去跌錢 所以我覺得算了 忍痛 但是如果 阿鵬說的那些其實都對 但是大家去想一想 如果賠率OK的 就拖多住 有些朋友都說 寮寮街買了二川一 Tony Lo 就提到威慕俑區 今場是綁你的 綁你的 玩綁你的 看看會不會這樣 都幫助手 如果OK的 兩條懶懶的位置 你買一條二川三 過關都挺皮製 挺開心的 其實有一隻馬大家留意 我自己還有 除了我自己說 喜歡這個極法聯盟 有一隻馬 洋洋大盜 洋洋大盜 這次呢 他的配備 他改了到七彩 所以呢 我覺得 劉富全 大家都知道一定會搏 劉富全 難得找到田泰安 田泰安最近這兩次都是 輸少少 兩次都跑近境四 這次的配備 又改又戴眼罩 又吃嘰嘰嘰嘰嘰 這隻馬 我猜他都想動手 你看他的票 現在難怪 有票的 不會 位置最熱 2.1 這隻都留意一下 因為這些比較 質身少少的馬 改到七彩 再加上 這次的練馬師 想搏的話 大家都留意一下 小小的 小小的 玩一下 另外看看 冰青說 希斯的馬算吧 也是 冰青 我都正認同你 他的馬 真是 今季很有趣 今季他贏多了 比較上季 但是 他的馬 你看他的進度 他不同 有些馬防 例如 你看到 阿塞 羅富全 甚至有幾個前年的 列馬師 他的馬可以打蛋 但 希斯的那些 真是潛滅 他真的 他的馬 當然 他的成績比 葉楚河好 葉楚河飄忽到 金拜下方 你都不想著 阿sir 不想賣了 總之你不賣葉楚河 贏了就當抽水 輸了就不關你的事 李希斯給人的感覺就是 有些高級版的葉楚河 馬都不穩定 真的 以他的級數 以他的那一手馬 高級版葉楚河 所以 我也明白 各位 上學清功精神 我就來這裡認 買了馬 之前OK 接著又搞這些 大家像樣樣樣樣樣樣樣 這些是薄的 列馬師 不用了 坦白說 你不只是個列馬師 你都值回票價 再加上這隻側身 有變數 對不對 列馬師有薄 側身有變數 加上他動了配備 他都希望贏 他搞那麼多 如果他要輸的話 他不用變配備 他就輸了 對不對 很簡單 他不用搞那麼多 這件事 有東西抓 有影抓 有些不用抓 有些你看到他都夠 但白力抓什麼 阿希就說 天天得樂 這些都是薄的 但是這隻馬 不笨 我都知道 他季初就是薄了兩場 老命 季初就是鎮瘡之寶 連續兩場 WIN 接著就跳 踩踩踩 對 我很記得這隻馬 打踏贏 我們就說 這麼厲害 有料套 怎麼知道 只有兩場 大家多留一點 阿善 阿善 看一下 喜如寶 他問你 我們第四回答 待會說 阿善 好 這個時間 說多無謂 看看影片